这个星期 全世界发生两件大事 一件在国外 一件在国内 国外的全世界的目光 都关注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就是希腊 过去的文明古国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看希腊 因为希腊 要破产不破产 欠债又不还 欠债又耍赖 全世界都在等 希腊要被踢出欧元区 让他们自生自灭 那么各位 全世界看希腊 为什么今天希腊 这个国家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一个当年苏格拉底 当年阿里斯多德 2000多年前 存在至今的文明古国 当年的发展国家 为什么沦落到今天 主要有四个原因 希腊沦落到今天 第一 因为他有太多的公务员 政府每一年 粗粮给公务员 都被逼要借债来还钱 第二个原因 就是希腊人 生产力低 整天就是足地足地 整天就度假 工作 生产量 没有提高 第三 为什么希腊 造成今天这个地步 就是因为 政府欠债太多 张亚的太多了 国债太高 而最后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希腊的政府 长期腐败 当我说 为什么希腊 今天 要在因素 主要原因 是因为 第一 希腊 有超过 超过 称职务员 第二 非常低 productivity 第三 非常高 national debt 然后 继续 他们有非常 corrupt 政府 你看今天希腊 破产的四个原因 无论是太多公务员 政府欠太多钱 政府腐败 生产力低 这四大原因 造成今天希腊人 退休金没得拿 老师没有薪水处 警察 要去打抢 就是因为 有这四个原因 而你看今天的希腊 所有的 我们马来西亚 通通都有 所以 马来西亚人来接大选 一定要唱 潮州歌 丢救国 自己 救自己 自己救自己 改朝 换代 告别 腐败